Hello 大家好,我是我昌王 前兩天我去了 B&W 的耳機發佈會 最新的 PI5 和 PI7 的 S2 正式推出了 除了這兩款模特兒之外 這兩款入耳式模特兒 還有一款頭戴式的降噪耳機 就是 PS8 這款 PS8 還有兩個版本 另一款是麥拿倫的 Cost Over 另一款是 007 的 這兩款頭戴式的耳機真的很漂亮 待會我給你們一些照片 當日由 B&W 的代表 Anthony 為我們介紹 PI5 和 PI7 S2 的入耳式降噪耳機 另外還有 PS8 的頭戴式降噪耳機 當日我錄了一些影片給大家看 那我們先去片 好嗎? 今天大家來的目的當然不是看舊東西 那麼簡單 我們要為大家介紹幾款新的產品 就是 PX8 PI7 和 PI5 的第二代 究竟內容是怎樣 我便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都知道 PI5 和 PI7 是真無線耳機 所以你去到哪裏搭車搭地片 甚至說電話都可以用它 因為它是真無線耳機 第二代主要有幾個大的改善 第一就是無論電池壽命 它的接駁能力 或者一些顏色的體驗 都會大大於第一代去改良 所以我們在顏色方面 在 PI7 我們有三款顏色給大家選擇 而 PI5 針對比較年輕一點 好像你們坐在這班比較年輕一點的用家 我們有四款顏色給大家選擇 PI7 適合我一些 學生一點就用 PI5 上面 PI7 有三款顏色 黑色、白色和 Midnight Blue 而下面是 PI5 針對年輕一點 有黑白色、粉粉色和綠綠色 技術方面就略略大提 看一看片 有片有真相 依然用一個雙單元模式 和上一代一樣 用雙單元模式 但這一代的聲音當然有所改進 另外我們也用一個 有adaptive KPDX 的做法 所以在晶片方面 也是一個最新的晶片 另外最重要的 Pix Hub 大家最喜歡 就是這個 Audio Retransmission 的功能 亦都帶給予很多人的樂趣 打遊戲也可以用它 晚上看歌也可以用它 總之沒有藍牙的傳書 有了它就不用怕 不可以用藍牙來聽音樂 這裏就是一眼看完 我們今次的一些升級做法 第一就是傳書範圍 我們增加到25米 另外聽的時間 亦都增加了25% 以前我們充一次電 在不放進充電盒的情況下 以前聽到4小時 現在可以聽到5小時 另外電池壽命 就是電池盒 Pi5 增加到16小時 除了5小時聽完 之後還可以放進去 另外16小時 你都可以充電又聽 充電又聽 充電又聽 聽多16小時 Pi5 還可以19小時 因為功能上 Pi7 多很多 所以耗電亦都多些 Pi5 少些功能 所以可以耐久的時間 亦都多3小時 另外我們今次有個做法 就是把以前我們用的 Headphone App 去設定這個耳機 現在就不需要了 Headphone App 和 Music App 即是在你身上 都不用用Headphone App Headphone App 其實可以落架 只是用這個 Music App 就可以休息 又可以控制耳機 又可以用它來做Streaming 在那裏 另外我們就更環保 因為上次的包裝 有多膠 有紫填在裏面 可以省一點 不要用膠 不要用鐵 只有紫 還有Crip Start Menu 我們今次都會做得更詳盡 讓大家大的時候 可以大到的時候 用的時候 就盡視他們一點 不要遮住了十音咪 令到說話的時候 別人聽得不清楚這些字 就盡量避免了它 說一說的單元 我們依然和上代 用了9.2mm大口徑的 動篇唱口加一個放電的高音單元 類似兩分音的做法 而每一個單元都是用獨立的放大器 推動 而Pi-5簡單一點 我們用了TWS Plus的一個技術 但是它和音源的交流 都是獨立的 而且它都是用一個比較大的 尺寸的9.2mm的大口徑的全音頻 的一個單元 除此聲音也有保證 另外Retransmission 我們更加要強化 更加補助它 接著是Steve 直接去PX-8 PX-8其實有兩個顏色 一個黑色和一個奶茶色 講一講它的功能 其實PX-8的功能很強大 因為PX-8是一個目的 第一要做到一個最出色的 討音質的無線耳機 所以第一要做到全身的 全方位的聲樂優化 我求給你最美的聲音 第二我們用FDA Binite Element Analyses 去分析整隻耳機的抬震狀況 將裡面的一些結構 就加以改善 即是從PX-7裡面加以改善 令到裡面的單元 Tone-in的狀態可以做得更好 所以結像是非常好 另外我們全身裡面的系統 亦都是加以改良 例如單元 我們用到一個比較大的 40mm大的單元 要做到一個更低質感的一個狀況 還有我們是用到一個新的Dali 制度的一個物料 就是一個碳層的單元 這個我們就在700系列的單元 取得很容易組成 另外剛才我提到 其實PX-8有兩個特別版 第一個我們要講的是 Mac Naren 特別版 大家搶開車 Mac Naren 既有外表又有內在的 一個超級跑車的品牌 所以亦都跟我們合作做了PX-8的特別版 這個就是Bond版的PX-8 大家可以看到 上面有很多Bond的元素 大家都聽完Anthony的介紹 是不是很想擁有這款In-Ear的耳機 我自己除了In-Ear的Pi-5 或者Pi-7 我當然喜歡Pi-7 另外就是麥拿倫的頭帶式PX-8 我很喜歡 今集的分享到這裡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好